加拿大有什么类型的房子? 加这个词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含义 几十年来,加拿大拥有各种各样的房地产类型 满足了个人和家庭的独特需求 从独立式住宅到市中心的共管公寓 这里有从安大略省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以及两者之间最受欢迎的住房类型 独立的 分离一词意味着这所房子是独立的 与其他财产没有隔墙 由于其空间、隐私和尺寸 独立式房屋通常比加拿大的其他住房类型更贵 作为业主,你不仅要负责维护你拥有的房产和周围的土地 你还可能需要支付更多的房产税 因为房产税是基于房产价值的 然而,对许多人来说 拥有你居住的整栋楼所带来的主人翁感是买房的最终目标 此外,独立式房屋通常有一个前院和或后院 这使他们成为家庭的理想选择,半分离世 半独立式房屋与另一处房产共用一堵墙 通常,你会在一排排屋或连排别墅的尽头发现半独立式房屋 或者是被一堵墙从中间分开的单栋建筑 半独立式单元也称为半独立式 通常配有带共享围栏的私人庭院 半独立式住宅在加拿大是一种相当受欢迎的住房类型 因为它们有相对良好的隐私和空间 与公寓或富士公寓相比,直接邻居更少 连排别墅 连排别墅或连排别墅是一排排房屋 与其他邻居共用两侧的墙壁 然而,人们对连排别墅的描述方式存在一些差异 例如,排在最后的连排别墅也可以被视为半独立式住宅 因为它们只与另一户共用一堵墙 连排别墅有时配有室外庭院或露台,甚至地下车库 连排别墅因其经济实惠 风格,位置通常靠近市中心和灵活性而广受欢迎 公寓,公寓,公寓的缩写 是指通常位于多单元建筑或高层建筑中的公寓单元 公寓的独特之处在于 公寓公司拥有并维护大楼的公共区域和外部 但居民将拥有套房内的东西 作为一名共管公寓业主 只要不影响建筑的结构完整性 你就可以改变空间的布局 是的,这包括推导或竖起墙壁 虽然共管公寓是加拿大价格更实惠的房产类型之一 但在购买时需要注意一些事情 除非你是你所在建筑的共管公寓董事会成员 否则作为居民 你几乎无法控制建筑中的其他租户 也无法控制建筑的使用年限和维护 你还必须支付公寓费 在加拿大 公寓费可能在每月0.30美元每平方英尺 至0.75美元每平方米之间 这些费用用于公寓的维修和维护 并与其他居民的费用合并在一起 如果你想买一套公寓 一定要做调查 在移动优质的建筑里找到一家信誉良好的房地产集团或卖家 你也可以考虑加入你的公寓董事会 以这种方式影响公寓楼的维护和客户 公寓是连排别墅 公寓是连排别墅 与普通连排别墅不同 因为它们由公寓公司所有 该公司管理并拥有建筑物的任何外部元素 与典型的公寓一样 居民每月支付建筑 庭院和共享设施的维护费 公寓是连排别墅 也可以有多个单元堆叠在一起 而不是租户拥有建筑部分内的每一层 平房 平房是一种独立式住宅 通常由一层楼组成 可能还有一层地下室 平房仅为地面上的单层建筑 虽然平房在加拿大越来越不常见 但它在全国各地仍然很普遍 尤其是在更多的农村地区 虽然许多房主更喜欢错层或多层房屋 但平房确实具有提供负担的起的独立式住宅的优势 与连排别墅或其他房地产风格相比 它有可能提供更多的户外空间 例如 占地面积通常包括一栋平房 作为主要的住宅建筑 拆分级别 错层住宅在加拿大是一种相当独特的物业类型 虽然如今很少有分层的新房 但在全国各地仍然可以找到 而且最近人气正在回升 拆分级别有多种形状和大小 具有不同的布局 一般来说 拆分楼层包括分布在不同楼层的主楼层 例如带有内部台阶 错层设计旨在最大限度的扩大垂直空间 可以包括低坡屋顶 综合车库 大型生活区和家庭房间等常见功能 以及健康的庭院和露台空间 双宫 三重 四重 富士公寓是指包含两套公寓的建筑物或房屋 三重 四重 对于富士住宅和半独立式住宅 在加拿大是否是一回事 存在一些争论 虽然一些人将半独立式房屋描述为并排的富士公寓 但另一些人则将富士公寓严格地视为 包含两个套房的建筑 一个叠在另一个上面 归根结底 综合体是只包含两个 三个或四个住宅的建筑 每个住宅都有自己的独立入口 这些房屋本身可能有多层 这些建筑可以由一个或多个业主所有 他们可以选择占用或出租自己的房屋 综合财产在国内新建越来越稀少 加拿大平均房价 2022年4月 加拿大房屋的平均价格为74万6146美元 同比上涨7% 尽管自20214月以来 平均房价上涨了5万多美元 但仅在一个月内就下跌了几乎同样多的价格 2022年3月的平均房价为79万6068美元 在经历了两年创纪录的房价上涨之后 这会是房价下跌的开始吗 多伦多 人口279万4356 平均房价125万4436美元 蒙特利尔 人口176万2949 平均房价60万8265美元 卡尔加利 人口130万6784 平均房价53万2093美元 莫泰华 人口1017449 平均房价740840美元 埃德蒙顿 人口1010899 平均房价417465美元 温尼博 人口749607 平均房价401047美元 密西沙家 人口717961 平均房价1170211美元 温哥华 人口662248 平均房价1374500美元 布兰普顿 人口656480 平均房价1166952美元 汉密尔顿 人口569353 平均房价1013081美元 如果你想在加拿大买房 平均价格会因你选择的城市而已 例如 多伦多的住房市场和温哥华的住房市场是所有住宅类别中购买房地产最昂贵的两个地方 阿尔伯塔省在卡尔加利和爱德蒙顿有两个突出的市场 这两个市场是加拿大购买任何类型房产最实惠的主要城市之一 阿尔伯塔省在卡尔加利和爱德蒙顿有两个地方